今天要來分享一下開箱手機殼 我們幾個人買了不同的手機殼 然後這一個是硬殼 單硬殼的 然後是粉紅色霸紋 另外一個是旁邊有防震膠條的 相機的那個地方就有一圈Logo 當然單價比較高 旁邊有膠條的那個旁邊是比較軟的子弟 沒有膠條的就是整個都是膠殼 妝妝看它旁邊的那個就是下面跟控制音量的那個地方都是樓空的 那我本身自己也比較喜歡這樣的款式子 不過呢它好像它的厚度讓人家感覺就是因為它比較硬 所以感覺上就好像有一個落差這樣子 另外呢這個是就剛好在特價想說買來就是 它的作用應該就是防刮而已 就是可以拆除式的貼膜的感覺 它就很軟很軟很薄很薄 然後整個就是防止背面刮傷的感覺這樣子 對 那其實它很服貼 所以我覺得它也蠻好的 甚至它下面那個地方是 就是它已經包到就是我擦那個麥克風也是可以擦的上去 對 另外這款是我的 然後其實我已經把它拿起來用了 然後它是 跟一個法國的品牌聯名款的 然後它整個都是皮質 按鍵的地方是有一個金屬感 那我覺得質感非常的好 主要是它是紅色 如果放在包包裡面的話要撈 非常好撈 大概就是這樣囉 這就是我們手機殼團購的開箱